歡迎光臺灣市大學 到底是什麼 兩岸課程大揭秘 太好了 真的是 我覺得見賢思奇 因為今天我們又來了很多的這個 來自大陸的同學 先歡迎你們 歡迎 妳們好 歡迎光臺 學術有專攻 有的是廣電傳播的 有的是國企醫學的 新聞 市場營銷 他們分好戲 播音主持專業 播音主持專業 對 為什麼一定要跟他們學呢 因為其實根據這個 英國他們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在2015年4月底公布的這一項調查 顯示中國大陸的入選高校 在36項學科評比 有35項 36分之35 達到了國際水平 對啊 而且有七所大學的入選 全球學科排名是前50 而且課程真的是琳琅滿目 所以今天真的好好 要跟他們討教討教 當然一開始要先問這個 我們自己的同學 請問你們自己如果憑想像的話 請問一下 你們想像他們的課程 大概是什麼樣 求學環境 Awesome 對 我寫這個是 這麼雪靈靈的競爭 對 是良性競爭的感覺 我覺得他們 因為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那種正面 然後良性的競爭 讓每個人都越學越專精這樣 你昨天是去哪裡夜唱的 聲音也太啞了 眼睛整個拋的 敘酒 敘酒的有點嚴重 聲音很明顯嗎 超明顯 人家是踩著同學往上爬 他是踩著同學搶麥克風 真的 是不是 好 賀龍 對 因為我想說他們人那麼多 然後後面像演唱會一樣 老師在台上 然後後面同學根本看不到 然後要那個演唱會一樣 屏幕投影 然後這很多補習的也是這樣 是這樣嗎 我們先問一下Vicky有嗎 就是人事會比較多一點 可是沒有到就是那麼誇張 他講那麼誇張 因為會自己選課 到大學以後就會自己選課了 就會比較分配 像Austin講的那個競爭是真的很選 那個真的比較強 阿朱 就是因為 剛剛有說大陸的同學們都很會讀書 就很認真讀書 他們除了課內獨尊 現在也會讀課外的 那老師上課上一上 可能會提到別的 他們就質疑老師 可能跟老師會 在上課的時候會有點摩擦這樣子 會不會 心悅 山東一專的心悅 會 就是 競爭都蠻大的 不會在解剖的時候吵起來吧 解剖的時候不會 就是 老師會給你比如說人體解剖 會有同學登打你的雙眼 他會去看 真的 那個血淋淋的畫面 但是你們都是就是非常的直 就是覺得老師講得不對 我就要跟你拒留力爭 老師只要講的就是 跟我想的有差別 我就會去跟他競爭 天啊 就會跟他講 小子這樣不行嗎 就感覺到老師會記仇 因為妳當場很難看 老師說 老師會記 下一季妳給我試試看 一定有讓妳修四年修不完 就那樣嗎 對啊 對啊 心悅不怕嗎 不怕 我是那種有話就說的 大陸的老師不會記仇 妳讀幾年了現在 我大二 大二 後面很多年等了妳 不會啊 我們只有四年而已 你不一定 希望… 我是不會記仇 開玩笑的 是 今天我們今天介了這麼多大陸同學 在這邊可以幫我們依依來解剖一下 我們分幾個部分 從課程篇開始 首先第一個疑惑是這個 什麼課都有 有什麼課都不奇怪嗎 好 請問一下大家 你曾經聽過大陸或是台灣 有些什麼課程的名稱 是你覺得很好奇的 來 賀龍 如何成為 如何成為世界領導人 這是我們政大的一門課 然後我真的很好奇 然後就去修這場課 結果發現這場課 它裡面有沒有分組別 比如說你要成為北韓的 還是美國的是不是 那個教授很神奇 他就叫我們分組 然後講說我要你們都成為領導人 所以你們一人一組 自己當組長 然後我們就覺得 那這樣有什麼必要嗎 所以沒有組員的意思 對 然後一人一組 然後你就是組長 然後你不能叫組員 你就是組長 因為你就是Leader 領導人 這超奇怪的 沒有 那個是 對 真的 復仇者聯盟第二期 他就覺得把地球回 他自己一個人最優秀就好了 最棒是不是 來自廈門大學 爬樹克是不是 裴裴 對 那是什麼特 就是他們大學 有個很特別的課叫做爬樹克 然後就是有點像攀岩這樣 可是這爬樹克是有典故的 因為下門大學有很多百年老樹 而且傳說這些百年老樹 都是魯迅種下來的 而且學長還告訴我說 如果你就是爬過這些樹之後 一定會有四年歐爬 重點是 這麼厲害 然後 他算學分嗎 有 算學分 算是通識中的一種 這門課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就是訓練你們做什麼 因為其實真的會有這門課 是因為 就是下大校長去過美國之後 他覺得有一種體驗教育 學生在這種課中 就是互相幫助攀岩 會有一種團結精神 Vicky 戀愛心理 就是 他上課的時候 都會把不同的同學 每一次用不同的方式分組 可能給我們便利貼 拿到同樣顏色的人就組隊 大家就會做那種心理測試題 測試出來就會有結果 就分享愛情經驗之類的 像上次我測出來 我就是 怎麼測啊 就有心理測驗 對 他有題目 做出來之後 可能就跟陌生的同學 都是 就是聊 他就會說 妳是肉欲型的那所以 我就很尷尬 我就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出來是這樣 就被他講 很好 很好 以後可以多交流 準不準 對啊 我不知道 超準 超準 Jocelyn妳上的這堂課是輔人開的 不是… 這是我聽說一堂課 然後他是在講同志 他在探討現在同志這個話題 然後而且他會請九位同志 還有他們的家人 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我覺得很酷 很想修 小貝妳講的那個是 這是我們學校開的一門課 它叫家庭婚姻法 他講的就是說 教妳 如果妳以後跟妳老公 或者另一半離婚 妳要怎麼跟他分財產 或者 直接跳到離婚嗎 對 或者是 如何去就是 搶小孩子的撫養權之類的這樣 那他講的應該都是Under 在中國大陸的法律之下吧 是啊 就是根據他的法律 對 但是我覺得另外 建議這門課還要加一個 如果妳是跟異國人士結婚 像我們的美鳳姐 是 對不對 對 妳不知道美國法律是怎麼判的 而且他可能就偷偷動了一些手腳 想把妳的財產全部都帶走 看他怎麼行 危險 對 小貝 但是你們舞蹈沒有教一些什麼舞 是比較特別的嗎 有啊 我們有一門課是 廣場舞 廣場舞創編 廣場舞也變成一個學分了 是 它是一門必修課 必修 可能要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廣場舞 對 這就是廣場舞的音樂 就是大媽在茶餘飯後 然後拿一個大喇叭之類的東西 然後到找一片空地 可能是廣場什麼的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跳舞 有一個組合的歌 常常是廣場舞對不對 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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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最近才是筷子胸臂 小蘋果 可不可以來教一下我們的同學 好 可以啊 有同學 有…來… 大媽跳的是不是 對 因為在我們的想像裡 會覺得舞蹈系 尤其到了大學 應該是就是更難度更高的 是 其實開這個學分 老師有沒有跟你們解釋說 用意是為什麼 就是說 因為現在面臨就業 是 其實節儉的 他一講話我們就覺得 開了冰櫃了有沒有 老師覺得 就是要面臨就業 可能是需要多一些 就學多一點東西 然後因為廣場舞 在大陸真的很火 對 就可能每個就是 廣場都有在跳 對 每個廣場都有在跳 好像這是一個很好的職業 謝謝 請接 對 有大意給我評審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那畢竟是在地的一個文化 你了解了 說不定 很難講 如果你學的是行銷 有一天你真的就是要跟這些大媽 溝通的時候 對不對 你可以了解為什麼 你有沒有了解廣場舞的心理學 為什麼大媽要跑到廣場 跟大家一起跳 可能就是 在家也滿無聊的 真的嗎 有可能 對不對 然後我們同學自己也有說 學廣場舞很好 這樣以後 就可以跟婆婆更好的交流 以後嫁人 會 對耶 好 了解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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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好 所以我們剛剛大概聽了一些 這個不同的課程 月妹有什麼 大 在我一個同學 她在黑龍江哈爾濱上大學 然後哈爾濱 不是 黑龍江在中國大陸的最北端 冬天超級冷 他們有一門課就叫滑冰課 用東北話講就是打出六滑 他們學到的滑冰課超特別的 場地在哪裡 場地在籃球場上 用水桶交出一片很平很平的地方來 用水自己交冰 好大的水桶 對喔 就是很專業的那種水桶 那 交下去大概 比如說是一早就要交下去 她就結冰 還是立刻 過一會就結冰了 因為那邊真的超冷 要零下四十幾 對 我們台灣學生剛聽的這些課程 有沒有對哪些課特別有興趣有沒有 剛剛聽了 Jocelyn 她的臉好適合 大學課程超另類 讓桃姐也驚訝不已 第一大學有什麼課 是全台灣男生都一定會想修的 就是你們看海報 從色情編黃金年代看性質的 對 就是色情編分析課 跟我們上課的時候 就會都會討論一些一些姿勢 然後一些姿勢 所以那一堂課也有男同學一起上 一定可以 所以那一堂課也有男同學一起上 分組要男女生一起 然後看完影片就是真的 你知道嗎 台灣學生剛聽的這些課程 有沒有對哪些課特別有興趣有沒有 剛剛聽了 Jocelyn 她的臉好適合 還沒結婚 妳就對離婚有興趣了 為什麼 就很實用 而且如果好姐妹要離婚之類 都可以幫她想很多點子 幫她想很多點子 就保護她對不對 阿Q 是對Vicky有興趣 對 就剛剛那個肉欲的那一題 蠻有興趣的 沒有 因為可以認識到很多 就是認識很多陌生人 而且是 有肉欲的 對 而且是搞不好會遇到肉欲 就是各式各樣的人 你在開心什麼 我跟妳說各式各樣的人都遇得到 人不肯貌相 妳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 至少可以把這個 以前我們小時候認為很神秘的課題 大家可以開成布公 用比較學術的角度來討論 就彈出來這樣子 對不對 好 Austin 我想問一下 就在台灣的開課其實也很多元 你們在台灣交換學生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課程 或印象深刻的 有沒有 艾伯伯 像慶儀大學游泳門課是全台灣男生 都一定會想修的 就你們看海報 你們可以猜一下它是什麼 絕對是全台灣男生一定很想修的 從色情編黃金年代看性治療 對 就是色情編分析課 男生舉手要上這堂課嗎 要上的 對不對 大家都要舉手 是 妹妹 然後這堂課就是 全台只有禁營有開 我們上課的時候就會都會討論一些 就是性別裡面的一些姿勢 然後一些 姿勢 對 一些服裝等等 當然老師也會教給我們一些 就是相處過程中 男生女生性別觀念的 就是不同 所以那一堂課也有男同學一起上 有 就是一定分組要男女生一起 看完影片就是真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會有那種十八鏡的影片 然後你看完之後 就是男生存在低潮裡面的影片 看完之後就是男同學會互相 男同學會互相分享他們心得 對 因為 剛剛那都跟我說 因為尤其他們真的年紀 身體那麼好 看了那些片 應該會受不了吧 血脈噴然後再吹血吧 對啊 Q會不會 因為 因為 男女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影片 OK 對 結巴臉紅了你 你知道男女一起那個 在看影片的時候那個 腦袋會有分泌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讓你失去理智 潘潘有沒有 注意到男生有關什麼 就是很多 因為這堂課很受陸生歡迎 我們都會特別戲上開陸生交流班 很多大陸男生就看一半就喊說 喔 厲害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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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看一半就一直喊 超級 超級 了解了 蕾拉 我覺得是不是 他那放的影片不是A片 可能是一種情色電影 因為我是修那個電影的嘛 所以這種電影其實是一種藝術 就是有包括我在那個 因為我在那個詩心 然後老師就會 我有選修影片分析的課 老師就會給我們列很多電影的名單 然後我就把那個影片的名單 給大陸的老師看 他就問我說 你在修什麼課 全部都是鏡片或者情色片 所以就是這樣 那妳有什麼心得嗎 對啊 學到什麼 就是 我嗎 就是 像她說的一樣 其實我們也不是 這真的就是看爽的 因為我們看過之後 分析討論之後 老師都會告訴我們 謝謝 沒爽到 沒爽到 就是老師都會告訴我們 因為他都是妳 就是以後要面對的事情 老師告訴我們這些姿勢 其實就是要告訴妳 有好的就是性觀念 不要覺得那些不可談這樣 他希望就是 大團系的學生在面對以後 不管是工作或者是 他自己的婚姻裡面就是 有正確這樣觀念 非常好 對 正式是不是 老師來教大家就覺得 是正常健康的事情嗎 對 這種事情的話 我覺得就是 人者見人 智者見智 贏者見贏 贏者見智 說得非常好 對 對嘛 妳在什麼意思 就看妳怎麼看 淡淡 就這門課叫 然後是我在這邊就是 相當於主修的課 然後其實是課上 老師就會放一些 就比如說很新的一些產品 然後一些企業創新的點子 然後來 然後同時也會有一些遊戲 激發你的思維 這個課可能我們在大陸的話 可能每堂課裡面會帶一點點 不會專門放出來說 起碼是我沒有學到 我就覺得這個課 就是在台灣那邊上的還挺好的 現在的課跟我們那個年代上的課 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確實世界一直在變化 你的觀念也要跟上 而且很多你以為沒有廣場物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學問了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兩岸的課程 還有這地方要研究 來 課程名稱看似相同 內容卻是天壤之別的 好 同學們有很多的課程跟我們差別 是意想不到的 來 沒意 我準備的是電影配樂 電影配樂 所以要問其他的台灣同學 猜看看 來 有什麼樣子的 內容覺得是怎麼樣的 來 Jocelyn 因為我本身是上大船系 然後我是覺得 會不會是 可能老師放一段音樂 然後讓你去想這段音樂 給你的感覺 然後讓你去 寫出 就是可能 如果是你 你會運用在什麼樣的情緒上 然後 因為我之前選的一堂課是 後來老師可能會播出 他電影裡面剪接出來的片段 然後給我們看 就是依依姐 所以妳有幫送行者配過樂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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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真的好 好舒服耶 真的 但是他剛剛在講的時候 美醫生一直搖頭 搖頭 其實它是什麼課 就是剛才他說的這些 我們都有學 但是我們會學得更深 就是我們會學很多樂理知識 就是音樂學院的學生 他們會學的內容 我們也會學 然後我們除了做一些報告 就是賞吸一些電影配樂之外 我們還要有筆試的考試 就是我們會背很多的樂理知識 然後我們還會出現這樣子的題 就是聽一段音樂 然後你要極盡的去寫一個 分鏡頭的腳本和故事劇本 對 這麼 可是很難 然後會有很多人刮課 導演還難的感覺 對啊 好 接下來是什麼課 淡淡 維基芬 我要說的是就是這個維基芬 然後在台灣這邊 我們就感覺說是好像 大家沒有在 就是在 都在學這個 好 你等一下 我們要猜一下對不對 佳恩 對 因為像我們 學到理工科大一必修 就是你只要是理工科系大一必修 就一定要修維基分 可是維基分它有分就是 高維跟就是一般的維基分 可是像我們也會學到 像如果你是修普通的維基分 你也會學到一點點高等維基分 例如說線性怠數 這些比較深一點點的 但是 但是像數學系 所以他們學的就會更難 所以你要看科系去學 怎麼都 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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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怠數 我們錄到哪裡 維基分 我們現在還在維基分 你可以再睡一會兒 但差別在哪裡 我剛剛聽他說線性怠數 覺得說是算是難的 但其實我只是一個就是 稍微要學一點數學 但線性怠數是我必修課 然後在大陸基本上其實除了那些 比如說藝術類 或者是很特別的專業 基本上都要學 我們其實不叫維基分 我們叫高等數學 就高數 然後有一句話說 從前有一棵樹 高高的樹 所有人都掛在了上面 就因為很容易掛顆 因為它真的很難用 對 大家都掛到了上面叫高數 然後基本上就是很多專業 我們都要做一個了解 不會像這邊 比如說是專門的理工系 理工科 或者是學數學的人才要學 我們基本上都得學 你是建築科大的市場營銷專業 要學到這麼高等的數學 對啊 反正我就是 一個理科學校的文科生 然後結果我還要學高等數學 學了一年 這必修的 對啊 後來你也掛在樹上了嗎 我沒有 但是不是因為我學時好 是因為人緣的好 等一下 老師現在按的這個 你們聽得懂是什麼意思嗎 很厲害… 我們來看大陸學生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是什麼意思 Vicky你猜看看 你學看 你剛剛學得滿像的 這個 這個 什麼意思 猜看看 什麼意思 就撒謊的意思嗎 不是喔 不對… 猜看看 伯伯 我覺得是scoey的意思 是厲害的意思 有一點 是 但她前面還可以啊 很厲害… 就意思是說 好啦 你很厲害… 最厲害… 最厲害 她不就好棒棒 她不就好棒棒 有…類似這樣子 對… 每次開玩笑… 她指甲油膏她就是很棒 對 這個聽得懂 這個聽懂了 好 微積分之後還有呢 來 裴裴什麼 經濟學 究竟在大陸的經濟學課程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呢 彈訓與開放大對決 陸生當場起內吼 東偶化這邊 它有一門課程叫做敘事新聞 就是講故事的學問 在台灣的話 它注重一個新聞從選題 然後到製作 然後到撰寫的過程 你們課堂上 會不會跟教授常護遊玩 其實我們私底下會跟教授說 但我們不敢得罪她 心悅不太一樣 跟心悅不太一樣 好像女漢子 女漢子… 對 所以我的程序要比她好啊 好 我一積分之後還有呢 來 裴裴什麼 經濟學 經濟學 貨龍你學的就經濟 對 我就學經濟系 所以這個我最厲害 沒錯 就是我們大學四年 就一直繞著經濟學走 真的啦 大概是學哪些專業 就是我們大一就是修基礎經濟學 然後再來大二的大三我寫出來 就是個體經濟學跟總體經濟學 然後大四之後我們大家會選修 就是選自己有興趣 可能什麼政治經濟學 或是社會經濟學 或技量經濟學 就大家用選的 他已經講夠多了 應該都會中吧 是不是 裴裴 有講中吧 對啊 就是大陸真的除了像個體 個體和總體之外 當然除了這些最基本 而且很多人都要學經濟史 像各國不同的經濟史 譬如說亞洲哪一年金融風暴 然後美國什麼 哪個階段金融風暴 採用了什麼樣的政策等等 這些經濟史也要學 而且要學很多就是當地的經濟 譬如說廈門大學 他可能有開課廈門本地的經濟 廈門哪一年經濟怎麼樣發展 改革開放之後 他們是怎麼樣發展 怎麼樣繁榮 我覺得這些 就是大學生都要了解得很清楚 等一下我們直接比就知道了 裴裴妳們的經濟學 就是妳是國企系嘛 對不對 妳總共畢業要幾個學分 總共畢業喔 如果再下大的話應該有180幾或190幾 180 190 賀瓏正大的經濟犧牲 120 130而已 分數差 學分差這麼多 原來他們要學這麼多 還有在地的經濟也要學 我想問陸生們 就是除了我們那兩個一樣的課程 但是我們內容不一樣之外 就是比較 有可能比較難跟比較簡單之外 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月美 像在中國文化這邊 它有一門課程叫做敘事新聞 這門課程大陸和台灣超級不一樣 在大陸的話 敘事新聞講的是華爾街日報題 就是講故事的學問 就如何以一個小角度 一個小人物 一個小場景 用一個故事 把新聞更深刻的意涵表現出來 這叫敘事新聞 在台灣的話 它注重一個新聞從選題到製作 到撰寫的過程 包括新聞攝影 非常的豐富 月美我也想問 因為連陶姐從新聞系畢業 就沒有看過真正的純新聞 就是後來的新聞都比較像重音 或是比較誇大 對…現在我們的新聞系的話 就剛才他們說到的 我們也要學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我們要學 你們課堂上 會不會跟教授常互有往 比如說教授教妳說 妳這個報導應該這樣寫 你們就說 可是教授 現在沒有人這樣寫報導了 其實我們私底下會跟教授說 但我們不敢得罪她 大陸學生會比較寒虛 心悅不寒虛 心悅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是漢子 女漢子 女漢子 對 誰我的成績要比她好 妳好 了解 我敲我 泥江摔角了 所以我們在學校裡 不是只有課堂上的比如說成績而已 她有一種人際 微妙的人際互動 對不對 來 蛋蛋 好 其實就是我覺得 兩邊的我們在就是課程上的差別 應該在說是在 大陸我們屬於就是比較大的範圍 然後我們什麼都會要了解一點 但是台灣就會比如說很小的一個部分 我們單獨拿出來作為一門課再修 但大陸就會就是大方面 然後再去了解一下這個樣子 導播音效 快一點 沒有 那是阿咪老師 我是阿咪老師 他沒這麼好控制 對 我們要不受控 對不起 Vicky 就是因為我來台灣之後修的課 怎麼都跟這些有關的 就是我選了一門影劇系的課 然後是就是它會分小組拍戲 因為我之前在大陸念播音主持的時候 都是播新聞 不會有很多機會到拍戲這一部分 所以我很感興趣 然後那時候就以為是 台灣給我的印象就是偶像 機車然後什麼的 那種就是蠻浪漫的東西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主 就是他們就說 我們要拍童製片 我就說這個可以嗎 他們就說可以 第二天隔天去同學家拍的時候 他們就直接在我面前喇雞 就是要開拍 兩個男生 兩個男生 就直接開始了 我在旁邊就 還叫出聲音來 他們就說 就那種好像是 妳怎麼那麼不專業 我就覺得說 心跳加速 因為妳肉欲 好 好 各位 我們剛剛談論課程篇之後 接下來看一下教學觀念篇 首先要探討的差異是這個 入學學系是其次 專業分類才是重點 所以喔 每一天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我來到台灣之後 我有發現他們主要是選科系 就是不會先去選 他們的專業課是什麼 但是我們在大陸的話 我們進校之前 比如說藝術生 我們就是已經選擇好了 我們是讀什麼專業 比如說我們是考的攝影 那我們就是讀攝影 我們考播音主持 我們就是讀播音 所以妳的是廣電編導 我是讀編導 旁邊 像是Vicky是播音主持 所以 其實這就等於是你們的科系 對 就是我們的科系就完全不一樣 可能我們在的學院都不一樣 了解 佩佩 像我在大 就是在晋禧大學 有擔任那個閱讀書寫TA 有一天就有個陸生來向我訴苦 說她在就是晋禧大學 讀中文系壓力很大 我就想說 為什麼壓力很大 不是應該蠻輕鬆的嗎 結果她就跟我說 她在大陸讀的雖然是中文系 但是她是讀對外漢語這個專業的 對 對外漢語 就是她學的內容 比較像台灣的教程 就教外國人怎樣說 發音 羅馬拼音這樣 對 像台灣的中文系 可能就比較要學什麼生影學 還有就是古典文學分析 但她可能不用學這些 所以她覺得壓力好大 因為跟她專業科有點差別 但是你們自己來到台灣 就是念書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台灣的老師 在教學上面重點 有沒有什麼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嗎 來 小貝 就是我們有一堂課 叫運動傷害課 就是在大陸有修 然後在台灣這邊也有修 我們大陸 因為我們是跳舞 她就會有時候會受傷 然後就會教我們怎麼去處理傷口 然後大陸那邊就是 可能就是老師講一些理論上的 比如說妳受傷要怎麼包紮 或者是就是課本上一些 就是教妳怎麼樣去做 而就是台灣這邊 那個老師她就是一名醫生 她就是專門請了一個醫生 來為我們上這節課 她就會帶她很多那種 做手術的照片 視頻 或是那種圖片 就是那種血淋淋的 然後就會教我們 然後跟我們看 然後那節課剛好是在早上 所以吃早餐的時間 對 非常 心出來了 對 直接就 所以妳說意思說 在這一科方面的話就是 大陸妳學到的是理論 然後來台灣是實際操作比較多 不是 她剛剛光講運動傷害 我都覺得那血海真是烏鴉 因為我們比如說 像我上次滑雪摔傷 一般人可能就說 這個妳可能要包紮 不要動它什麼 可是我們就真的去找那種 民俗療法 然後那醫生就會這樣說 妳剛剛說妳吃了什麼 我不敢說魷魚 突然之間 對 她就卡卡 給妳來一下 對 可是她大概卡了五次以後 我真的好咧 所以這怎麼解釋 妳懂我意思嗎 就是每一個學問 妳看 剛剛有學生說壓力很大 又怎麼學得不一樣 學得不一樣之外 還有真的 實際上呢 妳還都還沒接觸到咧 對不對 這個很特別 安哲 因為本身體育系的 他所有的那個運動傷害 其實我們有學過 我們也是白天上個在吃好餐 老師也給我們看那個 這些解剖影片 骨頭斷掉之類的 還有一個更經典的是一個男的 他的下面的蛋蛋被 被踩破 然後留一些這樣 踩破 對 給你們看照片喔 早上喝蛋花湯 真的 結果又看到 老師直接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全班就 什麼情形這樣 然後就是 蛋蛋被踩破 你們要怎麼急救請問 這也教我們一下 因為有可能 怎麼收拾啊 對不對 有一個人剛好在籃下跌倒 沒有 他那是美式橄欖球 然後他沒有穿那個護檔 然後直接被衝撞 怎麼急救啊 我們那時候只有 就看到紅紅的這樣 然後老師就給我們看照 也是趕快兵敷送你 對…一定要先 對… 把它就是壓破 不要讓他再… 壓破 不要讓他那樣獲散 壓住吧... 對… 所以其實實際的…課程 但Vicky也談一下 比如說你的波音主持 在兩個地方唱什麼不一樣 阿Q審理論回覆 當場被陸生嗆爆 你們覺得大陸同學 實習的工作方式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都會不會像 之前很紅那個Google的電影 就是你要進去之後 還要一直淘汰… 我覺得那些大公司 一定要讓他們 事先就是直接來 比如說要做一個節目 就直接讓他製作一集節目 就那一集給他負責這樣子 我好像知道你腦袋瓜 他什麼東西 他就說得根本不可能 因為他不可能 Vicky也談一下 比如說你的播音主持 在兩個地方上的時候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來台灣之後發現 就是跟我們那邊課程 其實真的有蠻差太多 就是我們那邊會有一個字音課 你們知道嗎 就到我們到大學了 我們還會上課在那邊念 就是說大學 就是我們一定要做到自證腔圓 這是一門課 就是而且我們要通過考試 才可以畢業 就是一定要考到就是 某一種證書 就普通話那種證書 我們才可以畢業 台灣這邊比較不講究嗎 還是播音主持他們也會 台灣槍的話沒有那麼繞舌頭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 大陸槍比較難講 繞來繞去的 大家念新聞的話就會很懶的說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則新聞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就沒有那麼一定要要求 一定要要求很多 確實你們這個要考證 才能去主持對不對 考了都不一定可以主持 就是全班你要想畢業 你都必須去考 要考幾個證 就是要考一個普通話等級證 然後你要考到大概是 你們這邊就可能A級吧 然後你就可以畢業了 是 普通話等級還有什麼 然後我們要考計算機 計算機 電腦 電腦 電腦證 然後還要你的學分修購 然後你就可以畢業了 還有英語四級 意思說如果現在比如大陸某個 網路平台要找你主持 你沒有那個證你是不能主持的 不行 主持節目也是嗎 主持節目也是 就一般的娛樂性節目也是 娛樂性節目還好 比如就是妳是作為嘉賓去採訪 我作為學生的話是OK的 可是如果說我要去正規的那種 電視台 他一定會看你的證照 就是說如果妳沒有那個證照的話 那妳就不可以 因為競爭很大 如果妳沒有證照 別人一定不會選擇妳 怎麼樣 妳願沒 對 Vicky說的那個證照我有考過 對 我現在目前的普通話水平是2甲 對 但是如果妳 2甲是大概什麼位置 大概是中等偏上 80分左右 對 對 但是妳要是想到省級或者是 就是在以上的那個電視台進去 主持節目的話 妳要達到1 就是要90分以上 比如在妳之上的有多少人 在我之上的 我們學校因為是一個傳媒類專業 為主的學校 在我之上的 不少 光在妳們學校裡面 對 在我們學校就不少 那更何況是中國全國 對 競爭超激烈的 OK 蕾拉妳也是有修 因為我不是播音主持專業 但是我們所有廣電系 包括傳媒都要考這個 那個播音主持證 然後包括就像她剛才說的 2甲是只管兩年 就是兩年以後 妳過期了這個證就不能用了 妳就要再重考 所以就是真的 因為競爭壓力太大 然後真的很麻煩 對 除非考到一一以上 比如說我們班20個人 可能只有一個到兩個可以過一一 然後一一以上才是永久的 妳不用再考了這樣 新月也考嗎 其實不光他們就是廣電啊 他們要考試 就是大陸所有的行業 妳都需要有證 各種證件 妳像我們我是學一放的 要一放師 要有一放師證妳才可以上崗 對 而且可以上崗上 就是上崗上線那種 可以給病看病 如果你是實習的話 還需要實習證 好 剛剛提到實習 我們現在就來看實習的部分 實習我們要探討的是 實習競爭有夠大 各省的精英搶飯碗喔 好 你們覺得大陸同學實習的工作方式 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好 來 我們先問一下賀龍 對 我覺得大陸人那麼多 然後競爭那麼激烈 是不是像洆湞淘汰那樣 因為像台灣時期 就是繼旅地過去 然後主管覺得喜歡妳 妳就進了 然後妳做的就是 沒有那麼好的話 他還是會教妳 會細心教我們怎麼樣 可是大陸會不會像 之前很紅那個Google的電影 就是你要進去之後 還要一直淘汰 淘汰 淘汰 阿Q 你說 因為我覺得以這種競爭方式 我覺得那些大公司 一定要讓他們 實際上就是直接來的 就是 就直接讓他們做一件正事 讓他們壓力有了 就是妳懂我意思嗎 比如說要做一個節目 就直接讓他製作一集節目 就那一集給他負責這樣子 就是尾他一個重鎮 讓他有壓力 這樣子做事比較快 他想知道妳腦袋瓜子裡面放手 他的猜想啦 猜想 阿Q說的根本不可能 因為他不可能 不是 你看得起來 不是 你看得起來 不是因為說你不可以 而是說他不會讓你去 就擔這個風險 萬一你做雜了怎麼辦 所以說不會讓你這樣 而且在就是我們的實習 一種是就是學校裡面的 就在你大三大四的時候 學校裡面會安排你 到你相應的就是部門 然後去進行實習 另外一種其實 當你自己畢業之後 你能到實習已經不錯了 說明你找到工作有機會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這種就是 去了之後 真的就是層層 一層一層的 因為我們第一部 肯定是投簡歷 但是很多工作 它是有對學歷有要求 就比如說要求本科以上 或者是就像之前說過的 985 211的院校 就是當你投簡歷的時候 如果你不在這些 它的這個範圍的學歷之內 你直接就被通過了 這就是第一層篩選 然後還有後面的就是面試 第二層 二面 然後第三層 然後還有實習 就層層的上去 真的就離家很遠 是不是 跑好遠 其實是看你自己投簡歷 就比如說如果你說 我想在我的家鄉工作 你就投本地 如果你想遠 那當然要到處跑 所以其實實習又是另一階段 這種白熱化的競爭 在學校裡你說考證成績 就已經是競爭了 實習是不是真的是 Vicky要很拚 對 因為其實實習的機會 是很難得的 就是比如我們去電視台 你說是去電視台實習 但你其實真的是去學習的 根本就 他說你是去編導 可能我是學播音主持的 他說好 那你來電視台實習 我心裡想的是 我可能會當主播或者什麼的 不是的 你只是去端茶倒水 然後去在旁邊搬搬東西 去看一下 見識一下 虛心的去學習一些 就是以後出社會會用到的東西 對 因為我們去錄 最強大腦的時候也是 整個團隊多少人 而且它不只是中國團隊 又有韓國團隊 他們要負責簡介 還有它的版權 燈光什麼 其實很多人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年輕的 妹妹在那邊 應該也是相關科系 在應該是實習 我想 他們做什麼呢 拿一個本菜機 他們要 翻大字報 是不是 山峰 按摩 沒有啦 就會幫我們 顧化裝飾 顧化裝飾 因為每一間不同的化裝飾 比如說也有鎖啊什麼的 就是都得從基層幹 很基層 雖然妳進來 但是當然這個是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妳就算是顧那個門 妳還是可以看到 比如說腳本 我們怎麼跟陶姐瑞腳本 然後呢 這整個這個道具 布景 燈光 我們怎麼樣去錄影 怎麼跟觀眾溝通 事實上就是在學這些 所以大家有沒有很特殊的 實習經驗 妹妹有沒有 之前有負責浙江衛視的 中國夢想秀 在我們那個城市的海選 就是有六場海選 從前期的宣傳招募 到跟來賓蕊茲 還有現場導演我都有做 對 然後呢 就什麼都幹了 完全不管多 對 就是 完全不管 但是就是我覺得實習的經驗 就是妳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妳不能就是急於表現自己 妳要很踏實 就是前輩們給妳做什麼 然後妳就做什麼 對 苦幹實幹 叫妳去搬一箱水妳就得搬 妳可以搬 就是女的當男的用 對 然後 然後我們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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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前輩們給妳做什麼 然後妳就做什麼 對 苦幹實幹 叫妳去搬一箱水妳就得搬 妳可以搬 就是女的當男的用 對 然後 然後男的是會當狗去用 然後我們 阿希 我們是講是好像是 女生當男生 男生當畜生 然後我們就經常會 說自己是電視狗 然後說自己是搬磚的 電視民工等等 是媒體民工 媒體民工 媒體民工 沒有錢 實習都沒有錢了 都沒有錢了 實習沒有錢了 有的有 有的有 OK 好聽 因為我就是之前在大陸有實習過蠻多 然後在台灣也有實習過 所以我覺得兩岸差距還算是有 那我在大陸時候可能一個職位要大概 就好一點職位要幾百個人去競爭一個 然後在台灣時候可能 因為我那天面試時候記得很清楚 因為那個職位還不錯 然後我想說應該競爭很激烈吧 然後大概來了五六十個人這樣 我就覺得真的是差距還蠻大 然後在那個公司裡面 因為只有我一個大陸來的學生 然後我就那種 就不想丟臉這樣 然後我就特別的就是想要去證明自己 然後當時我們那是一個採訪項目 然後我為了就是把我的採訪技巧練得好一點 我把我們整個就是同學都練了一遍 就是那個採訪的兩個小時的流程 然後我們那個實習其實也蠻辛苦的 就是比如說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採訪任務 然後我們實習的時候 大概要連訪四場 就是要講八個小時這個樣子 就是一整天就是很累 但是我就是 就是不想輸給台灣人這樣 曾藝鵬 我有在那個劇場實習過 其實我那時候是實習燈光助理 就裝那個這種燈的那個 可是 我是為了要去學怎麼做燈 結果我後來再做的是 比如說幫他們換景 幫演員換衣服 就我根本沒有碰到燈 就整個演出下來我沒有碰到燈 我就做其他的雜事 因為這個有時候就是看你有沒有惠根 就是說你也可以說 唉呀 這麼直接 你應該聽懂這句話 你那惠根就給他聽懂這句話 不是啦 不只是他 可能連我都知道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眼睛就會看到說 他就是每天叫我搬水 不是啊 他已經放你到這節目來了 至少 你搬水的時候你有沒有看一下 人家怎麼主持 怎麼報告 腳本也就是這樣 我們都放到那邊 你會不會去拿來看 對啊 對不對 這個其實實習就是 相當在考驗你的積極程度是這樣 你也可以就只是搬水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沒應 像我之前有一個同學 他是在做演唱會的接洽 然後就我們就會看到他 在門口搬盒飯等等 就是會做很多苦力 然後我還有一個學長 他就是特別想留在那個欄目組 但他們當時有好多實習生 就是大家一起競爭 然後他就很拚命的工作 因為他那個工作要全國各地的跑 就是有點像台灣的綜藝大集合 所以他也跑來跑去頒飯 對 他跑來跑去 最後就是女朋友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 職業傷害 好不立志的故事有沒有 是 沒辦法 要成功 心願 就是實習的時候 還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就像曹子妳姐妳剛才說的那個 要有慧根 妳可以就是 妳在成功之前必須要 勞其筋骨 餓其體肤 妳才能走向成功 就像穿著Prada的惡魔 妳要當他的那個藝術 咖啡 妳要去買牛排 買他也不吃 關鍵是心態要好 對 妳搬水或者是做別的苦力 妳自己心態好就好 因為我能看到別的 看到別的人在做一些 看我的學長 學姐們 在做一些比較 對我將來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可以偷看到嘛 對不對 對 關鍵是要自己心態好 妳如果自己心態不好的話 就說他怎麼又讓我搬水 又讓我拖地 我不想幹了 那妳這輩子 就不可能再繼續做下去了 妳沒有這麼堅持的 對不對 這麼直接對阿Q講 所以其實這個競爭 我覺得是無處不在的 所以今天其實也是這一課 讓這個台灣的學生也知道 我們學分已經比人要少 六四 七十個了 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 態度也要更積極 也謝謝所有這個大陸的同學 給我們這麼多寶貴的嘗試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拜拜 謝謝 謝謝